指数冲高回落 那么超过4000只股票下跌 是不是这个短暂的反弹结束了 如果要结束了 那什么时候能够上车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收平 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二 总体来看今天不好 因为它是冲高回落的早晨 看着还可以 你包括昨天有利好的半导体 早晨涨的也好几个点 是大基金三期 应该说我应该后面还是能够表现的 我明天早上再分析这个板块好不好 我们现在说盘面的现象 但是说明上大基金也不愿意追高 所以说出现了冲高回落 另外昨天晚间有利好的房地产板块 早晨也就是一个高开 直接就滴走了 说明已经麻木了对地产的利好 那么地产今天还跌了不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应该是没有走完 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分析一下地产板块 我们就今天说这个盘面这种现象 就这两个都导致了这样的 一个冲高回落一个直接下跌 所以说把大盘就带下来了 但是盘总有没有看点的 有啊 一些高股息的 你比如说像什么电力啊 煤炭啊 还有一些部分的有色金属 上五走的不都挺强吗 是不是在支撑着盘面 而且一度还拉升呢 是不是 到尾盘呢 你看还有一些买盘 但今天问题是成交量太少了 七千多亿 那么在2月6号以来的应该是一个相对的低量 这个量是供不上去的 是不是 这是全天盘面的主要的情况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么那说这个中间这个光浮动的是不是真的 它后来也下去了 实际呢 前两天有一颗大阳线 出现三个小阳线 今天要一颗阳线起来 本来也不错的K线组合 现在呢 也是这样的走势 我们看了一下主流ETF 几乎全是翻绿的 说明啥 资金一点动作都没有 这个地方啊 那就后市就堪忧了 我们从K线走势上 看一看啊 应该说呢 昨天的这颗阳线 今天没有顺势的向上发起一定攻击 并且成交量继续萎缩 说明啥呀 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日线高点 形成之后的一个调整还没有完事啊 这样的结论是不会变的 一般通常对应这个日线的高点节纹 通常有25天左右的调整 现在是几天呢 现在是6天 那么还差点远 是吧 那么后边会怎么走 我认为呢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3080一线啊 3080一线如果要是守住了 那么很快就会再创 再次创出新高了 那么它的走势呢 可能会复杂一点 我们画一画啊 可能呢会探一下 哎 站着 然后呢 上一下 这样上去了 但是它从这到这调整的天数应该够 不够呢 它消化不掉 如果要是直接创新高 那么就看有没有启动的板块 如果要有启动的板块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着 每天我两个小时的直播 所以我能第一眼就能看着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呢我们看小周期程看 大家注意啊 15分钟 反抽了3116之后 至于今天又跌下来了 说明什么呢 这个区间没进去 这个地方还有下探啊 它也可能这么走 坡坡走 然后再下 这样走是也可能的 就不管怎么样 这个地方的可操作性很低 所以说我们再继续等 这个四路 我们去找后边这个低点去 后边那个低点 上车是大概率时间 很可能是从这儿到这儿 调整的低点在这儿呢 我们是这么样判断啊 总体这是对上车指数的看法 双创这一块呢 今天创业感走的比较弱 还没有筑底成功的迹象 另外昨天呢 昨天在这个半导体的 科创芯片带动下 科创50指数是红的 那么今天呢 基本上又冲高回落 还好 昨天那个小阳线还守着 看看它能不能走出筑底的行情 他们这个走势呢 上车指数跟双创指数走势是分化的 这上车指数走势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要区别的对待啊 那么科创丸指数呢 主要是代表了一些科技股的这些方向 科技股的调整已经非常充分了 但是有些呢 今天你包括算力 大数据等等 还得跌的挺多的 不是太正常啊 我们看一看后边如何演绎 所以说榜块分析将会非常重要了 明天早晨我们榜块分析 再见